少给它煎得焦焦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包箱里面用到这个料头很特别 你看大蒜头 然后豆豉 还有就是虾皮 这三种味道真的是每个味道都够浓烈 所以他们仨就是在锅里面 你会觉得它互相在就是抢味道 对没错在打架那种感觉 我的味道比较好 我的味道比较好 其实他们三个味道这样子炒制一下 混合的那个香气很浓郁 好 稍微有点焦的时候 我们就往里头调一点生抽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把这火关火 把这些料头倒到这个调利盆里面 也不要过多的调味 这几种食材各有自己的独特的香味 对 然后把它们的味道炒出来之后 直接再放在调利盆里面 对 然后我们还要给它一点味道 这个是胡椒粉 好 然后一点点的白糖 白糖 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鸡精 好 好 一顶点的盐花 好 我们这火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温水 好 就把这些调料化开 化开之后呢 就直接倒到里面 因为凉拌菜里面 如果有一些炒制的这种爆香的料头的话 它拌出来会很香 好 那我们加了这个豆豉虾皮进去 然后又加了一些调制好的 这样的味道 基础的味道放进去 它的那个虽然是倒凉拌的 但是它会 是 味道很重的 没错 好 我们再给它搅拌均匀 好 搅拌完之后呢 我们不仅要吃的好吃 也要吃的健康是吧 那最后呢 我们还要再给它调一点点的 这个橄榄油 对 我们这会儿呢 要加入的是 欧利威兰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它当中含有大量的活性营养物质 我们凉拌的时候呢 或者腌制啊 加一点进去 这些活性的营养物质 都可以保留下来 让我们吃的更健康 好 加入一点点 一个是润色 一个是增加营养 对 然后再次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好的 就可以装盘了 对 我觉得小路子的菜肴 从来不缺乏想象力 虽然你觉得它做菜 没有什么章法 但是绝对是喜欢才做的 是的 而且今天这道美味 我觉得它就是很打动人之处 就是路子怕家里面的 这些多买的香菜坏掉 挺节俭的一个人 我发现喜欢做菜的人 可能就会特别爱惜这些食材 哪个东西没用完啊 没吃掉啊 坏啊 就会特别心疼 路子你会这样 对 对 对 会这样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路子 给我们分享的美味 它自己的原创哦 叫做香菜拌虾仁 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想学会的话 这会儿带着您再来回顾一遍 香菜拌虾仁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鲜虾 香菜 干豆豉 干虾皮 蒜末 调料是鸡精 盐 白糖 生抽 胡椒粉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 香菜切成段 虾仁背不记刀 去除纱线备用 锅里水烧开 下入虾仁参烫成熟 捞出沥干水分成盘 另备一口锅 热锅冷油 加入蒜末 豆豉 虾皮炒香 用生抽调好味 和香菜也一起盛入盘中 最后加入胡椒粉 白糖 鸡精 盐和橄榄油 拌匀即可 香菜营养丰富 含维生素C 胡萝卜素 维生素B1 B2等等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比如说钙 铁 磷 等等 香菜中含有的维生素C 和胡萝卜素的量 比普通猪菜高很多呢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陆子今天推荐的这道美味 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对 没错 很简单的一道美味 是的 很适合年轻人 如果大家说进厨房 那些原料那么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 真的很有卖相又口感 没错 这些调料呢用的虽然多 但是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你可以动手试一试吧 好 我们接下来要送出今天的礼品了 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前五名观众呢 将会获得由欧利威兰提供的 欧利威兰特级出炸橄榄油一瓶 特别感谢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也要感谢欧利威兰特级出炸橄榄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小鹿子分享的美味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